我其實最深刻印象就是他 他叫我要穿帥一點 剛剛跟龍哥說什麼 沒有 就是謝謝他這些年的照顧這樣子 因為我們是十年前在愛懷合作 然後就在花蓮待了四個月的時間 就很像家人這樣 雖然說中間就偶爾在棚內遇到 但也沒什麼機會合作 可是就是很像家人一樣 每次看到他就一見入口 在我們印象中他 像那時候我們去花蓮 他就是沒有班的沒有戲的時候 常會帶著我們這些小朋友 我啊瑞嘉或是當官六月 就會去吃飯 然後他就很喜歡交朋友 在花蓮交很多朋友這樣 然後甚至帶著我們去他的保養場 修車什麼 然後就很熱情的跟我們介紹他的 B&W這樣子 然後就很不真實啊 因為真的太突然了 到現在還覺得不太真實 龍哥他就是 其實我們晚上 晚上比如說我們在花蓮 晚上吃飯去餐的時候 他就會針對每天的戲 給每個人一些小小的建議這樣 那他也很會帶戲 然後他用他的情緒 帶領我們這些年輕一輩的演員去走戲 對所以但他並不會給你壓力 他就是用他自己的方式 他自己的方式在帶領我們這樣 對我都會叫他潮龍啊 因為他穿的都很潮 然後我就是都平常都很邋遢這樣 然後有時候會唸我說 你就是一個年輕人 你不穿好看一點 然後他就是穿很潮 有時候有很Rock 有時候有皮衣什麼 結果都很帥這樣 其實最深刻印象就是他 他叫我 要穿帥一點 對那時候 因為每次遇到他 他都是狀態最好的 然後講話都很恐涼這樣 永遠都很帥 我們兩次真的是有認識的快到現在快40年 我跟他拍最後一部情緒演 他身體非常好 他每天在現場還在跟 他在唠叨我說我亂喝亂吃 什麼都吃 他真的很細口 可是真的沒想到 謝謝你們 謝謝 大家要保持平安 大家千萬要健康苦 謝謝 我們是很早以前就認識的朋友 拍陽光普照我覺得 某種程度 是我們第一次一起演戲 也算我們彼此完成了一個心願 他的人其實跟我們在螢幕上看得很像 就是私底下也很 也很豐趣 也是很瀟灑這樣 那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 他其實演技已經很棒了 但是在跟我們對戲的時候 有時候他還會問旁邊的副導演說 我剛才那場戲演得怎麼樣 就是說你知道他已經是前輩了 然後也真的是很被肯定 但是他還是很虛心的想要精益求精 這一點真的很難 第一部戲應該就是台灣水浦傳26年前 就是1995年的時候 1995年 對 徐靜良的戲 然後後來又跟他合拍大家演員 然後還有一個今夜做夢也會笑 都是很大的戲 所以算起來我在演藝圈真的合作最多的演員是龍哥 在戲劇方面 對 在戲劇方面 真的是跟龍哥合作最多 對 而且都跟他演很親密的家人 不是演他的女兒 就是演他的妹妹